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村松熊斗 第三盘单打呢是周启豪对东永度快热的投入到比赛当中 好的 刚才其实是一个不规则的一个超常规的球 完全是靠运动员对球的理解和 任何的横板来做对抗 很大你就很难奔跑 拉起来 这样范胜鹏呢就先胜了 加保险 他总希望能够退远一点 退远一点的他速度放慢 他可以制造弧线 好的 加力 这个球 他拉在 好的 刘恒来自北京队 走 側身 就是因为他对他的纸板 纸板横打 反手这板球呢 但是水平差别并不大 拉住反手 不好 这位球很危险 在半决赛当中呢 是3比0胜了朝鲜 战胜了中华台北队 小将 吉田雅锦呢 他也是这样的一种风格 好的 控制住对手的正短 控制完之后呢 对方 好的 脾气的最长劲的一个球 就是揭发准硬正手直接抢拉 两者矛盾 还是靠正手 好的 反拉成功 再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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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球得分了 范胜鹏是2分的优势 3比1战胜了日本的吉田雅己 为中国队在团体决赛当中先拿了1分 其实这个球啊 我们看到也很艰苦 为什么这个球其实挺被动的 拉的都在晚点 并不是太主动 所以我们的年轻小将范胜鹏 在今后啊 在这个技术打法 丰满上面 在技术实力上面 还有很大的